字幕禮貌 歡迎大家收看二十五夜空凌 今個星期會有我古曼彤 邪童,音邪娃娃 和我們的師傅李發傳師傅 李師傅,你好 李師傅,你好 在電視機旁邊的家庭觀眾 如果有甚麼靈異經歷 快點打電話來我們 183-1121跟我們分享 阿齊棠 我知道你今天帶了一些禮物給我們 禮物? 唉 劍是你們 一下你們吧 其實我今天帶了一個鬼故事 來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故事 就是我一個巴士司機的朋友 的真人真事 你知道吧 本身每天巴士司機 巴士都會回廠 回廠之前他也來行檢查 看看車上有沒有人 關燈了沒有等等 他這次回廠同樣都是做這些事 但是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是甚麼 他這次開到一個紅綠燈的地方 他開始聽到在樓上好像有點不妥 聽到一些腳步聲 是這樣的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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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但是他心想 沒理由 我明明都查清楚 整輛車是沒有人才開車的 他就不相信車 在巴士有個地方 是可以在C9看鏡頭上去的 他就看到順便 其實也真的沒有人 但是他想看清楚的時候 後面的車就突然突然突然 他就沒辦法了 繼續開車 繼續向前走 然後如是者繼續開車 開到他回廠的時候 回到廠了 他到廠停車了 他也是覺得不是很順者 應該說不是很放心的 他就繼續看上去上層那裡 看看有沒有東西 看…都是沒有東西 然後他就看下來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有些東西在後面 他就慢慢慢慢地看過去 看過去到後頸上 都是沒有東西 他就放鬆了 然後解回安全帶的時候 原來他在右手邊 我覺得娃娃很害怕 有沒有嚇到你娃娃 不過我聽到都… 坐巴士真的有點害怕 幸好我坐在地鐵 我有時也坐在巴士 說實話 我們這麼久沒有見到大家 我們三個都很久沒有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不如在這個時候 又聽一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李小姐 李小姐 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李小姐 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我朋友 之前也有傳過一些訊息 給你們的同事 或者你們怪慘 但是他就因為工作上的關係 就不方便給你們拍攝 但是因為他的定義事件 是比較嚴重一點 我想打電話來問問師傅 你介意說一說 其實是甚麼詞 可以詞,詳情給我們聽一下 因為其實他不停地會被一些會女孩子騷擾 比如說… 有時會睡覺 他就像被鬼 items 他就會… 就是唸心經 但是當時… 他一邊唸的時候 那些靈界的朋友會跟他說 你會唸甚麼。 就是靠警察 說髒話 沒用的 她是聽到的嗎? 是 聽到她跟她說話嗎? 然後她會睡不著覺嗎? 不是睡不著覺 後來掙扎了一段時間的病單 有時候 例如她 因為她家裡很多靈異事件都在電梯裡發生 例如坐電梯這樣 有時候無緣無故會在三樓 即她住十樓 三樓、六樓等會突然開電梯門 但什麼人都沒有? 是的 但什麼都沒有 她曾經最近那一段時間 因為她家裡有一號電梯、二號電梯 她坐二號電梯 她住十樓 她按十樓 她按了十樓之後 然後突然間 可能是三樓開了電梯 是 然後呢? 然後她看著 咦?為什麼會開電梯? 後來看著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全部都按了 哇 即是不是因為力 即是本身是沒有按的? 是嗎? 是的 因為只有她一個 然後她馬上出門 然後她馬上出門 然後再回到一號電梯 再回到一號電梯 然後再回到十樓 即是再回到十樓 然後再回到十樓 然後她上到十樓 是嗎? 一至十樓 她整層大廈只有十層 是… 即是按下十樓 沒有理由會跟另一部電梯 只是直接上十樓 然後再回到十樓 然後一號和二號電梯 同時開門 李師傅 其實可以怎樣解釋 正常就一定會有個時差 在這裡 還有第二件事 為什麼會可以 明明只有自己一個 會無緣無故 本身甚麼都沒有 我問問李小姐 有沒有靈嬰這件事 其實我… 你問我 因為是我朋友 其實靈嬰是我的朋友 因為她不方便 跟… 即是她不方便出現說 明白 但是我… 我… 我和我朋友 是沒有任何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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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她這個呢 就是一個靈嬰作祟來的 那可能… 呃… 呃… 不好意思啊 李師傅 不如這樣吧 我坦白一點跟你說 是 因為我曾經 找過我朋友 是 去幫我這個朋友 去看小小東西的 是 嗯… 那… 因為她之前是… 就是… 不是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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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呃… 她就說我朋友的問題 就是… 是關乎她爸爸媽媽的… 可能是… 有一些…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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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呃… 可能是爸爸的問題 或者媽媽的問題 而可能是她的兄弟姊妹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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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呃… 呃… box 呃… 他完全不敢靜面望 李小姐,你現在說 當初的朋友還未幫他解決問題 其實我這樣聽 因為我聽到李小姐說他的朋友 找過那個師傅,林美師傅 剛好也是陸任 其實也說到小朋友的方面 其實會不會是剛才李師傅說的 是菱英 其實可否詳細地跟他說一下 而且我聽李小姐的這個案件 可能真的比較複雜 之後我們會找回李師傅 再跟你詳細地說這件事 我們這次首先解釋這件事 菱英有可能是你的朋友 如果不是你的朋友 亦可能是他的親戚、父母 那些菱英帶來的 他在升降機上按鈕 真的很明顯是小朋友的作為 是小朋友的作為 但我想最基本的解釋甚麼是菱英 菱英是一個未出生的靈體 或者是出生沒多久妖節 他會跟著年歲去長大 甚至要求冥婚 要求冥婚? 即是他會跟我們… 一樣長大的 一樣會跟我們溝通 溝通就要看你的緣分 他未必能跟你溝通 可能跟另一個親戚溝通 那師傅 如果李小姐這個情況 他現在急切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到他呢? 其實你代甚麼菱英是沒有用的 要跟他超渡 就要讓師傅超渡? 再去輪迴 這樣才是徹底解決方法 李小姐 那你記得師傅說過的東西 甚麼方法都沒有用 是要超渡的 是的 但不好意思師傅 我也想有一點點問你 因為我朋友之前都跟我說 其實他們的形象是會轉變的 因為我今天… 之前我有陰陽眼的朋友 他看我現在有問題的朋友 他就沒有那麼閃縮迴避 但是現在今天 就算是連日當兇的情況下 他也是很閃縮迴避 或者他答我的朋友就是… 因為他很清楚 知道你們… 他們這個的戒條 不可以太坦白去說 他不停在問 他也會說不是 他有些閃縮迴避 不是啦 不是啦 李小姐 聽到你這次的問題 都會比較長一點 但因為我們這一節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你先保持住 不要收線 我們稍後回來 再跟你繼續聽這個 看看可以怎樣幫到你 好嗎 剛才李小姐的個案 我們是會有師傅跟你跟進的 那接著 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是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你有甚麼想跟我們分享 林先生… 你通過了,這裡是二十五夜空營 是 聽到嗎 聽到,我是赤虹 分享 我聽不到你們的聲音 聽到嗎… 是 現在聽到嗎 好嗎… 你好 或者你要關閉電視 我想說,關於… 關於甚麼 關於我在屯公路坐車的情況 好 是 巴士 不知道在我的電話 我聽不到你們的聲音 是… 或者你會否說 背面電視機那邊 是比較大的聲音 會否嘗試關閉電視機那邊的聲音 我先嘗試關閉電視機那邊的聲音 好啊… 或者我會關閉電視機那邊的聲音 都是聽到 我還要聽到你們的聲音 要是聽一聽第二個家庭觀眾的電話 我們稍後再跟林先生談好嗎 喂 喂林先生,你聽到嗎 你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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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林先生… 可能是屯公路的個案 我不讓她說 對 那我就… 我就失敬無神 一下你 其實剛才李小姐的個案 也挺… 挺多人害怕 而且她那裡其實也挺慢 而且最重要是師傅說中了 還沒說已經知道是靈嬰 那師傅那也是師傅 既然… 那個個案那麼恐怖 不如我們就失敬無神一下她 對 然後送兩張… 失戀自作業 失戀自作業 換票證兩張 對 我們稍後會有工作人員 再聯絡李小姐 你可以嘗試跟你剛剛說的那位 不可以方便透露那位朋友 一起去看失戀自作業 好 現在林先生的電話就好像… 回來了 回來了? 可以了 我們先聽林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 喂? 你好,林先生 現在聽得清楚 是,我想說回 大概在兩年前 晚上幾點半小時左右 我就在梁景巴士總站 我就在梁景巴士總站 晚上他們那裡 會有一間鑽線小巴 出去旺角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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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就坐這一個鑽線小巴 出道去 去 團圓公路 將近進去團圓公路 那時候 那個司機 就突然之間 不知為什麼 就關掉了那個小巴裡面的燈 因為當時那個小巴裡面 它是特別一個人坐的 嗯嗯 當時我就在想著 可能它就是一個乘客 它打算 吃在車燈省 省一點點 可能這樣 這樣 然後 當時我就很累 因為都半一天多 然後我就閉眼了 睡著睡覺 嗯 睡到大概 走了 大概 一會兒 一會兒 一會兒我的眼睛 都很累 睡著睡著 我剛開始看一看 車廂那邊 我看到 那司機 是一個紙紮公仔 蛤? 是一個紙紮公仔? 即是跟你那個故事 分享差不多 是 有點不同 反而我想起另外一個 你搭了一個尾班車 是嗎? 是啊 這輛車是否紙紮車來的 我想問 不是 那輛車是通宵 通宵 它不是尾班車 是通宵行駛 我反而想知道 林先生你之後多點 那你怎麼下車 是嗎? 那輛車一鎮了之後 我看一看這輛公仔 然後我就想著 當時我想著 是發更惡 然後就合一合 但想一想 不是的 我是看到車廂裡面 然後 然後 突然之間 旁邊有一輛巴士走過 旁邊的巴士走過 的車廂裡面 的低層的車廂 的車燈 就拍了進去 那輛車廂裡面 然後 更加清楚地 我看到 那個司機 是這輛公仔 這麼多紫色公仔 這麼多紫色公仔 那輛司機 只是紫色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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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巴士只有兩個 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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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都教我 有些什麼事呢 就練我阿里陀佛 嗯 然後我就不斷練我 練我阿里陀佛 那一刻 我是很想 透過巴士 就是巴士在旁邊走 是有光的嘛 嗯 我想透過這個光呢 去給我一些力量 去 去 去 突然想起睡 那一刻 我日子突然斷了 拋滑的聲音 起 然後 就 完全是 不省人 睡了 嗯 那你醒來之後呢 自己去到哪裡 醒來之後呢 其實小巴已經去到旺角那邊 已經到了 對 那巴士司機呢 去到哪裡 兩、三個小時的時間了 你在屯門公路去旺角 其實屯門公路去旺角 大概差不多要 起碼要半個… 半個小時 四、五個小時 因為晚上都很快 那那司機就睡白了 然後我就找了司機 司機沒事 他跟我說 剛才我見到 這輛車也是人 哇…很恐怖 不過 林先生你沒事真的好 那就先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你 林先生 喂 是… 是… 我想有一件事可以問問師傅 好 你問吧 因為我自己有陰陽眼 其實有很多其他 一些故事 其實有很多靈異事件 有很多靈異事件 我通常發生過 但我經常都看到 在我家樓下 還有一些大字大字 然後我就會看到 有一位和尚 站在我家樓下的停車場 是… 那你的問題是… 那這個和尚呢 我經常想走下去 去探討他 想走下去 去探討他 去探討他 我都看到的 我都跟我媽媽說了很多次 那就是想去到那時候 是會見到的 那其實我見到 起碼都避不遲 其實有沒有一些什麼 取緣 為何會是這樣的呢 嗯… 其實呢 靈界呢 會化身為很多 很多類型的事情 比如和尚 比如指責公仔 所以你在車裡見過司機 其實他就不是指責公仔 問題就是 你的視覺上 是認為他是指責公仔 他給你另一個影像 其實是真的人 嗯… 你指責公仔 應該配指責車 但你坐的是真車 對… 哇…我覺得很害怕 這個很害怕 無管動 所以你在樓下見過和尚呢 很大機會是靈體的化身 但我有一件事想問 就是和尚他本身是佛法的 就是他也是有法力的 就是叫做 鬼都可以幻化一句有法力的嗎 即是 即是和尚 或者鬼都可以幻化觀音的嗎 可以的 哦… 很多個案子呢 有些人拜觀音呢 其實有時候我就會看 這個不是觀音來的 是靈體的化身 是靈體的化身為蛇 適應、觀音 甚至是關帝都可以的 哇…這樣聽上去真是… 因為只要你的神位 沒有神座 可以幻化不同的東西給你看 哇…我覺得真的要拜 那時候要小心點 看清楚點 真的 但現在就一如這樣 失驚無神 憶下你了 林先生 既然你這麼驚險地可以逃過 在一個滿載 因為這麼多靈異朋友的小巴 還有市宅司機 還要加上市宅司機 那你真是值得了 其實你應該要得到 失戀製作業的兩張戲票 換飄證 對 換飄證 兩張… 說錯吧 對 剛才嚇到我去看 嚇到她失驚無神 別嚇驚了 其實那個… 其實那個車裡 這麼多一起坐 她有陰陽眼 為甚麼那一刻她又看不到 對 因為她睡覺了 其實未必是她睡覺的 可能是空間令她很累 沒有了那段記憶 是有這樣的事情 那些陰法會令你很睏 閉上眼睛 我經常聽到公路那些 可能你十分八分就已經走 有些朋友說 走了半個小時 都未走出那條公路 連時空交錯了 會去到這樣的情況 對 其實剛剛說林先生 就很幸運 她可以順利下車 但不如問問你師傅 如果有些朋友 真的遇到相對次的情況 其實我也不敢說 她好像林先生那麼幸運 那她可以怎樣處理 去救自己出這個環境 如果是成功弟子 就很簡單 唸之後等一句就可以了 師傅當然是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唸南無阿里陀佛 一直唸 唸 最簡單這句 如果自己有宗教信仰 譬如耶穌 你也可以叫來 我真的透過信仰 希望 和你的宗教 用宗教 增加自己的信心 對 雖然不是說 聽了很多電話 只有兩個電話 但我們這次 重則不重量 也很精彩 兩個都很精彩 對 真的 真的很感謝李師傅 今天可以上來 和我們一起分享 如果在電視機旁邊的 家庭觀眾 你自己本身 也有甚麼靈異的片段 甚至照片 想和我們一起分享 可以傳來我們 電郵 183-121-i-cable.com 我們下星期 同樣時間 繼續二獸午夜空靈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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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